填寫這張單子你可以請生長的婚工寄信給你 為什麼我們今天坐在這 因為我已經收到了 我也有收到了 我也有 歡迎回到唐宏安的特殊路線流浪旅行 大家好我是享樂工作室Ar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今年1月份的時候 去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去找生長的婚工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威風的要死啊 而且我還去找了他兩次 他帥嗎 他就是跟你想像的一樣胖 我當然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你猜 這應該是要許願給聖誕老公公 對啊我當著他的面 要在聖誕老公許願 我當著他的面跟他許願 你跟他本人許願 對我面對他講 因為我就直接說 欸我已經沒有忘了 我想我直接跟你講 我想要一個男朋友 這不是要跟台灣越來越老許願就可以了 你放過你們也去幹嘛 結果他居然很認真說 那你覺得芬蘭的男生怎麼樣 或許是可以啦 他就說OK We will see 喔 那現在怎麼樣 對就是我很想拍桌 現在都已經年底了 欸 我跟你講不到24號那一天 一切都不算準 沒有啦說不定是12月31號 啊對 所以我們等著翹 當然我當然還做了很多事情啦 我有跟聖誕老公公合照 是喔我都沒看過 我來看 你沒看過 這個是聖誕老公公辦公室的LOGO 我覺得他有專屬的辦公室 然後他每天都坐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等大家去看他 只有一個聖誕老公公嗎 只有一個聖誕老公公辦公室 而且只有一個人住在裡面啊 他的辦公室是用Mac還是Windows 哈哈哈哈哈哈 欸那個問題我想知道 他的辦公室 就是一張以則以 他沒有電腦啊 他沒有在處理這些事情 這就是他的辦公室 他辦公室長這樣 天啊 好經典喔 一個經典的畫面 那你隔天去還是同一位嗎 還是啊 每天都是看到 他是有上下班次嗎 有有有有有有有 他有下班時間他就不在那邊 可能就關起來了 因為本來也有老地方 哈哈哈哈 有道理欸 這樣一張照片你猜多少錢 我覺得應該要蠻貴的吧 我覺得台幣要一千要 因為我在Vegas的時候 隨便跟一個可口可樂熊拍就要六百塊 一張一千二 是不是 真的是很貴 當時還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這兩個東西 就是聖誕老公公辦公室的單子 填寫這張單子 你可以請聖誕老公公寄信給你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表格 寫你的地址姓名 你可以勾選你要什麼語言 喔還有語言喔 對有這麼多語言可以選 你看 日文英文 波蘭瑞典德國 瑞士 中文繁體中文簡體 全部都有 很多國家有多少種 國際企業呢 十幾種可以選 選擇時間 你是要下一個聖誕節 還是你是要即可的 很厲害耶 運動性十塊歐元吧 這個是聖誕老公公辦公室的表格 然後當我們走到了聖誕老人圈的郵局 就有聖誕老人郵局的表格 所以郵局也有這個表格可以寫 他的辦公室跟郵局 我不懂他的差別差在哪裡 我也不懂啊 所以你知道嗎 我就各自都花了錢 因為我想知道差在哪裡 所以你會有兩封信 對 然後為什麼我們今天坐在這 因為我已經收到了 我也有收到了 我也有 你看 他寄給我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稍微打開來看看 我的是郵局的 我的是 我覺得郵局的看起來比較漂亮啊 你看有多可愛 這還有這個郵票耶 對啊 它有多爆炸 我在郵局又想要試試看 另外一個版本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再寄給我自己 好那現在我們就先 打開來看看 這個是我先拆你的 這會不會都英文 他會寫我要的語言吧 我怎麼知道你要什麼語言啊 喂 你沒有幫我說我要中 喔 他還送了一張明信片 同一位耶 就是他啊 他自己出的明信片 他把他自己當偶像在經營 他沒有簽名 有啦 這裡有啊 這封信有 他上面有寫你的名字 亥鴻安 你快點告訴我他在說什麼 我跟你講 事實上我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選擇了 就是分藍文 因為我心裡就想 聖誕老公公跟你說中文像什麼樣 你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啊 不然我看不懂啊 我不能 我不能接受 因為你知道小時候 我們收到爸爸媽媽給我們的聖誕卡片 假裝成聖誕老公公公 有嗎 有啊 都是寫英文字 爸爸英文還不錯 是喔 所以我就覺得聖誕老公公就是要講怪文的嘛 今天你也寫英文 我們才看得懂完全的分藍文 我想說他生分藍來的就是要分藍文 所以我們兩封都是分藍文 所以快點拿出你的翻譯軟體 好 他說什麼 你來看他說的 說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好嗎 不要自己試 不是 我有點驚訝 2018年的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鴻安 一邊喝著下午茶 我不得不給你寫一封信 告訴你我沒有忘記你 噢 好水喔 我希望今年 是為了你 就是為你而生的一個新的一年 你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在聖誕老人 努力安排的一切之下 希望你覺得這一年很完美 真的有那麼漂亮嗎 真的 他好懂喔 他後來好像是開始在閒話家常 就是講他最近生活怎麼樣 他說今天他就是探索在找那個小精靈 他在後機室裡面 找到了其中一個小精靈 然後那小精靈跟他說他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北極圈的邊界 其實他講北極圈的邊界 也就是聖誕老人村的所在位置 就是那個66.5戶左右 對 然後他又提到說哪一個小精靈的目標 是要比聖誕老公路長出更長的鬍子 所以他真的是在跟我閒話家常 他還說有一個精靈在郵局裡面 把他推進雪堆裡面 反正就是他在講他的生活 喔好像是老朋友跟你講一下他最近過的事情 好棒喔 那我現在看你那一封 迫不及待換我了換我了 雖然說我已經把你那封頭走 我們這個信都是忍著不開 對就是要等現在開給大家看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 哇 喔為什麼 我的沒有 等一下有一個這是什麼 我有一個卡片還有一封信 對你看 用我們的翻譯軟體看 How are you doing? 他說你好嗎? 來自北極的聖誕問候 你見過精靈從你的窗戶裡偷看嗎? 這我都胡不怕耶 聖誕老公是通過精靈來了解 小孩們在耶誕節想要得到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小精靈會回頭去告訴聖誕老公公 然後他說 你們知道聖誕老人主要的工作都在幹嘛嗎? 所以就是他另一天的生活分享 反正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講說他到處運動啊 然後期待聖誕節早點來 然後他還送一張明星片 是可以自己結色的 好色好色給小孩子喔 這小朋友真的會很感動 哇 這是我的公民證書 我這有聖誕傳的公民 憑什麼? 憑什麼? 我去了然後沒有公民證書 我有然後 這是聖誕老人官方的證書 是不是? 憑什麼? 這是我沒有去的人 憑什麼? 這是我啊 憑什麼? 所以我以後在那邊 我可以投票 因為我是公民 我就分來說我可以投票 不是憑什麼嗎?我想用這個啊 但是我覺得春天除了猜我們自己的姓之外 我最期待的時刻要來臨了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這個特別的東西就是啊 我在今年參訪聖誕老人村的時候 發現他的那個聖誕老人郵局裡面的 某一個比較偏角落的地方 放了一個超大的木頭 百寶箱 然後這麼大的箱子裡面 放了一大堆這樣的東西 一包一包包起來 它上面寫的就是 三十封 世界各地寄給聖誕老人的信 登登 這一集我等多久 因為我想像全世界人都跟聖誕老人有講些什麼話 他跟我開什麼玩笑 全部的人都在 我想你就好感動 現在要哭了嗎?